请问金焚湖往哪儿走啊 还得付钱 给你 这些总够了吧 你到底想要多少 一个巴掌 五百 我翻了五下 五个五百就两千五呗 两千五 我就问个路要两千五 你也太贪心了吧 如果我告诉你 那是一张假纸瓶 你会不会立刻撕了我 你真是在胡闹 他们明天要是去银行 一查知道是假的 我跟你就死定了 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 你我名义上夫妻一场 如果能死在一起 也算是缘分吧 谁要跟你有缘分 你听好了 我要活着 你要想好好地活着 就乖乖听话 不要在这儿大哭小叫的 否则 神仙也帮不了你 鬼才相信你的话 有一句名言 你没有听说过吗 真正的爱情 是能够鼓舞人的 它能够唤醒沉睡的力量 和潜在的才能 你不是总说我像块木头吗 你不是总说我像块木头吗 那今天可能不是那样 在爱情的激励之下 我会变得大不一样 别吹牛 赶紧拿出点什么 来证明你自己 也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好啊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我的缘分 就这么短暂结束 实话告诉你 那张假支票 就是为这场营救 争取时间的 你快到处了 swoop 你现在让我擅长 小点 可是我里面是废呐 还有一个人 很厉害的 讨厌 不客气 我还是要讨厌 是吗 死职位 最好 你也知道吗 我就在地窖里藏了一些 还想给他做点饮料什么的 那地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 这个 就在前几天 我让厨师杀了几只鸡鸭 一并放到地窖里了 应该是不小心血滴在地上了 我马上处理干净 谁啊 我 何文青 你太多了 你帮你帮我帮你帮我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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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睡觉啊 睡觉跑过我这里干什么 你看咱俩都结回夫妻了 理所应当睡在一个屋子里 你跟谁拜的糖跟谁睡去 凤姐 这是老爸的命令 你让我进去 让我自己睡去 你们两个都是一伙的